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包含了新的范围 新的方向以及新的支撑 其实在过去的政策只有锁定东协十国 不过新南下政策则是延伸到了南亚六国 在过去只有单向的到当地去投资观光 不过现在也希望他们能够来到台湾投资观光 战斧则是要来扮演一个整合的角色 集结各领域的业者要组成一个台湾队 一起来向前冲 不过说到底东协有什么样的特色 有什么样的魅力 吸引大家能不能够真的成为台湾突破经济困境的一个机会点呢 我们进一步带你来观察 在2016年的第一季的经济成长队 菲律宾的部分我们看到了高达了6.9% 追过了中国大陆在亚洲是排在低位 另外其他地方像是越南5.5% 印尼有到4.9% 马来西亚也有4.2% 经济成长表现非常的亮眼 而把时间拉长来看 在近五年呢以菲律宾来说平均的经济成长高达了6.2% Bloomberg他们预估这在今年呢 菲律宾可能经济成长率会来到5.9% 2017年有机会到6%或7%之间 将会是东协国家当中表现最好的 而在东协经济共同体的驱动之下 菲律宾经济崛起 不但他们内需商机膨大 我们看到很大量的年轻的劳动力 以及东协免关税的优势 都让菲律宾成为最佳生产基地 另外像是英文哦 是菲国的官方语言 能力成本又相对低廉 所以日本韩国都有公司纷纷抢进到菲律宾去开梅雨补习班 在菲律宾祝典多年的国英高层就表示 菲律宾离台湾近又通英文 又有人口红利这种种的优势之下 再加上总统大选刚结束 政治不确定因素排除 现在正是到菲律宾投资的大好机会 文法教学练习造句 一对一混语达 强迫动脑将英文思考变成习惯 菲律宾的语言学校特色 主打扮斯巴达式教育 像这样子的小房间 只有学生和老师两个人 逼你一定要开口 而且退后强迫自习 不喜欢小空间 也能到户外区 同样是一对一教学 不断附送矫正发音语调 他是台湾来的陈先生 当了八年工程师 辞职转换跑道 短期进修 选择菲律宾 欧美语言学校几乎都是团体课 团体课如果你的程度不好的话 可能会影响同学 那你又不敢发音 课程进度随个人调整 到每家游学 学费机票加上生活费 一个月大约15万起跳 而在菲律宾学语言 学费包吃包住 一个月大约4万块 开销只要三分之一 到菲律宾游学人数 2014年比起2013年 韩国学生成长2.9倍 日本成长5.4倍 台湾则是7.2倍 有些人说 有些危险的事 但我认为不认识 友谊 所以我可以问 我可以问个问题 这就是词纠据 菲律宾官方语言是英文 是全世界第六大英语国家 日韩业者看准低廉成本 早就布局抢劲 我们三年前开始这个业务 现在我们可能会 120%的增加 每个隔间就像是一间小教室 透过网路电话 线上家教室学习 收费平均400块台币 电脑荧幕除了线上教材 还能透过打字辅助 像这样的语言学习中心 在菲律宾一家接着一家开 我们大小小总共有8000多家 目前有500位老师 6万多的学生 40%是台湾人 然后有韩国人 日本人 中国人 英文老师数量功不应求 和一般上班族相比 月薪只有台币7、8千块 拥有语言专长 拉台 薪资水平 我以前工作为国家公司 但我应该说 这比我以前的比较多 比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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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积极转型 成为亚洲最大英文补习基地 好的 带你来看到 这是经济部的统计数字 目前台商在东协的投资金额 已经来到了863亿美金 并且现在在东协工作的台湾人 大概算算也已经超过了20万人 虽然东协看起来商机魅力无穷 不过当地其实也曾经发生过 让大家印象深刻的排华事件 让台商鱼尽有存 这是在2014年 越南发生非常大规模的反中暴动 其中有414家台商也受到牵连 其中有29家的厂房 更是因此受到非常严重的销毁 或者是破坏 不再事件过了之后 虽然没有任何台商撤离 反倒是加码投资 根据统计显示 台商在越南投资 或者在建议的公司 目前已经有4000家以上 而长期住在越南的台湾人也已经超过4万人 我们特别要带你来看到这两家台湾大企业前进越南的经验 第一家是中钢 中钢是跟全球第二大的钢铁集团 新日铁助金合资 在越南投资新建大型的不锈钢材冷压厂 希望能够立足在东斜进军全球 而另外带你来看到是卫丹 现在就在越南等于是卫金的代名词 几乎到了6亿人家的厨房 在越南年营业额高达了120亿 其中卫金的部分就贡献了高达7成 这两家公司持续求发展 也希望藉由他们在东斜的成功经验 带动台湾产业的全球化 去年景气不好的时候 我们曾经堆了很多的固存 我们是希望这个业能够做到大概6万吨 一个月如果达到7万吨的话 就是可以break even 可以赚钱 CSVC是中钢集团 和全球第二大钢铁集团 新日铁铸铸金合资 在越南投资新建的大型不锈钢材冷压厂 产能120万吨级 但是当全球钢市萧条 加上大陆方面以每公吨 低于越南市场100美元的价格 低价倾销镀新钢品 大大冲击CSVC单月产销量 从7万公吨巨降到4.5万公吨 还好靠着勇敢提价成本库存双降策略 终于在2015年12月 达成了单月首次获利 越南市场家电的一个需求 还不是很强 但是随着比如说三星投产以后 对钢铁需求量一定会大幅增加 那我们也取得三星的一个认证了 可以提供钢材的木材给他们 CSVC是中钢成立以来 最大的海外重大投资案 2010年当时的中钢驻金 越南公司董事长翁潮栋 排除万难在一大片沼泽地成功建场 他说跟越南谈生意 四个字就是吃饭聊天 指的不是应酬 而是要肯花时间沟通 这些时间换来的 是拿到立足东协 进军全球的前排门票 他是在亚洲里面 除了新加坡以外 签的最多的这个 自由贸易协定FTA 所以我们借由这个 台湾企业借由这个越南的出口商机 可以避开关税 壁垒进取到这个东协市场 也可以进攻到 欧美市场跟印度市场 我们也希望借由一个大企业 来引领一些企业 产业的群聚 然后延伸台湾产业的竞争 场区里就像电影卡诺一样 有台湾 日本 越南团队 各有特色 各司其职 从彼此的磨合中演练国际化 魏丹更是最早到越南 大规模投资的台商之一 120公顷的场区 有包括魏晶厂等五个厂 在越南年营业额大约120亿台币 魏晶就贡献了七成 所以有人说在越南魏晶的名字就是伟丹 董事长杨坤祥认为要做到一国工厂 多国市场 市场不只是越南 还包括东协 甚至隔壁的中国 或是TPP的美国跟澳洲 等等其实在隔壁的印度 我看这个市场是够大了 那问题是说 越南的发展你有一些还是要一点时间来适应 尤其因为毕竟语言上不一样 还是要有一些提早的准备 为了稳定品质 不但自建电厂也有自己的码头 原料不用跟别人排挤等码头 更有效率 而且相较于印尼等市场 越南跟台湾还有一个重要的相似处 印尼因为在回教徒国家比较多 以我们做食品的来看 这个哈拉的这些认证当然是必要 但是有很多文化上的你的不理解 那可能你要花一点时间去了解 但是在越南其实它本身就是佛教国家 它跟中国的影响 对这个中国文化的影响 跟我们的习惯也比较接近 在东西国家中 只有越南跟台湾一样拿筷子 这是一个文化接近的筷子商机 当TPP跟RCEP两条经济大道 在中南半岛交叉 筷子只要下手的实机队 没有夹不起来的食物 紧接着我们要等于看到是泰国 泰国的经济结构 是以服务业跟工业为主 在2014年分别占GDP的比重呢 有到45%以及42.8% 那么另外我们看到泰国呢 也是全球稻米输出的第一大国 农业的部分占了GDP12.2% 而对很多台商来说 泰国以日寄星 让企业在计算劳动力成本简单明了 只有在泰国先跟多年的台湾人说 泰国生活成本低 不过品质不错 经济又在持续上轩 他说呢几乎所有派驻在泰国的台籍主管 都不想要调回台湾 现在有人是把泰国叫做东协心脏 或者是东方底特律 他是全球前十大汽车制造国 有16大车厂都是在泰国设厂 即便是经历过洪灾 但依旧很快的就恢复他们的荣景 也由于供应链在东协最成熟的关系 所以国家产业政策并不会随着政党轮体而出现改变 大多数的车厢很看好未来立足泰国输出东协 剩下我们说到泰国车厂了 这不但是出口外销 包含它的内销实力也相当精神 根据了官方统计 平均每位曼谷民众就有1.42辆的汽车 而每个家庭都拥有3.2辆 塞车的时候 全曼谷都是你的停车场 当地人笑称 别的城市塞车分好几个阶段 但曼谷只有一个 那就是从早塞到晚 原因之一是道路扩增率 怎么都改不上车辆的暴增 2014年曼谷的登进车级有855万辆 跟2004年的428万辆相比 十年增加一倍 平均每个人都有1.42辆汽车 每个家庭有3.2辆 泰国的汽车不止内销好 外销收入也是泰国出口的第三名 我们来到全泰国最大的车头板金厂 负责人说泰国汽车产业的右近 关键就在国家政策的持续 50年来始终如一 无论它政治上面有什么样的政党轮替 有什么样的争端 但是各界政府对于所有整个汽车产业发展策略 具有一关性 因为早期的干预保护产业时期 到90年代开放市场 2004年之后 泰国几乎被生产三辆汽车 就有一辆是出口 工厂的50公里范围之内 就有福特BMW 冰市 在工厂的200公里范围之内 至少聚集了全球16大车厂 看准的就是在东协共同体系动之后 原本供应链就最完整的泰国 能持续优势 泰国从1961年有了第一家汽车公司以来到现在 经过数十年的努力 已经成为了东南亚跟东协主要的汽车制造中心 更是全世界第13大汽车制造国 有东方底特律的美誉 同样涉足汽车工业的金宝精密 从冲压模具转型为精密加工 包括电信 医疗 甚至航太业 像空中巴士飞机内装仪表板 就是金宝做的 其实讲泰国市场你必须要跟东协国家绑在一起讲 你譬如说最近大家讲 泰国这个景气不好 那是只汽车行业 但是它家电生意好得不得了 都直接出到周边这些国家 因为周边国家这些开始也有钱了 缅甸 越南的确有人力成本低连的优势 但是基础设施落后 做生意要看得更远 东协国家你现在看它人工成本很低 五年以后呢 为什么老是在那边找那个很便宜工资的地方 我们应该思考的是怎么去转型 东协的利多不止在关税 泰国位于中南半岛核心 有三大铁路网和九条经济公路交汇 虽然倡议百年被认为 可能会改变东南亚经济面貌的克拉运河 始终只闻楼梯响 但现在又再次被提出来讨论 显见泰国掌握世界级经济线路的重要性 这是小学二年级的课堂 是全英语的教学环境 老师问题都还没问完 孩子就已经抢着举手 谁来自台湾 谁出身香港 谁又是泰国土生土长 从外貌 从态度 根本判断不出来 根据统计 东南亚目前有819所国际学校 光是泰国 就有172所 多数以英语为第一语言 第二语言就是中文 中文课分成两种母语跟非母语 母语班的孩子学得复杂一些 透过分组竞赛 记得写字的笔画 还培养专注力跟团队精神 一举数得 而非母语班的孩子 也要认得字形 说得出口 英文 中文加上泰文 孩子自然而然学会 至少三种语言 但这只是国际化教育的其中一环 在国际学校教学18年的老师 来自菲律宾 他说所谓国际化 最重要的就是 来自不同国家的观点 文化 形塑出海纳百川的世界观 刘家一家三代 祖父25年前到泰国经商 两个儿子都送到美国念书 但是孙子出征之后 却选择让他们留在泰国的国际学校 他们发现泰国有英美 新加坡各种体系的国际学校 各有特色 但共同点是不给标准答案 未来邻近国家学生 进入泰国国际学校就读的机会增加 可能更刺激国际学校发展 但是好一点的小学 中学一年学费就要台币70万元 差不多是台湾念四年大学的预设 孩子与众不同的视野 某个程度取决于上一辈手里的资源 我们一方面看到了东协国家经济表现亮眼 但是也有它的挑战存在 联合国的报告就特别指出了 所得分配不均恶化 还有像是就业成长疲弱 以及年轻的事业问题 都需要大家特别来关心 而另外呢 经济学家也点出了 像是在泰国跟马来西亚 家庭跟企业负债升高也是一大隐忧 以泰国来说 他们的偿债比呢 占所得比居然高达了27% 穷人比例也来到了五成左右 这恐怕要前进东协 瞻钱也得要顾后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